我是從台東後山出生的孩子 從後山跟著父親 來到最有文化著樸的古都台南 念書 我到了台北 在那裡完成了學業 婚姻和我的家庭生活 當時我覺得我是最幸福 最快樂的那一段時光 退休之後回到了台中 面對的卻是最慘烈的另外一個人生 最心刺痛的這一段時間 我選擇自己最喜歡的公益活動 新住民 肯納 還有許許多多弱勢的孩子 用我最自在的藝術 最自在的人文 化所有的困境 所有的淚水 學習淡亡 5月15號 星期六上 台中市大敦文化中心演講廳 10點鐘開始分享我 面對困境 絕境 和真實拔河的時候 如何走過來的經歷 馬賽迴旋 在絕境中優雅轉身